大家好 我是寶sir 今天跟大家放鬆斜方肌、大圓肌、中背和背伏肌 第一個動作 放鬆斜方肌 大家最常緊的地方 用按摩球 放在這個位置 中間脊椎就不要滾 動的時候就會這樣左右滾 首先放鬆斜方肌 慢慢按下 然後按摩球在我的左手 踏去右肩膀 慢慢左右滾 小心滑 滑的話就動慢一點 特別痛的地方先壓住 呼吸一會兒 如果可以的話 先蹲低一點 然後腳踏前一點 讓人斜一點 向後壓下去 之後再左右移動 就會再硬一點 滾完左右 滾上下 只有一點 不要太大的球會離開 可以選擇 穩定的牆 或者門都可以 放鬆我們的大圓肌 在肩膀底掃下去 這個位置左右 然後會用玻璃 放下去 壓下去 然後用牆 或者門 慢慢壓下去 我建議開頭輕力一點 大部分人都很痛 因為我們的手 經常都放低了 很少低高 壓住這塊肌肉 做五個呼吸 讓我身體適應一下 之後就慢慢左右移動 做二十下 之後上下 放鬆我們的中背 有兩個動作 第一個用按摩球 在牆或門 中背 意思是這個位置 要叫下背 中背大概這個位置 然後把按摩球放在肩甲骨 這個肩甲骨 和脊椎 中間這個位置 所以你這個人 要少少寒背 拉開肌肉 把按摩球放在這裏 放下去 然後 上下動一下 之後再左右 這樣 就這樣 讓人少少蹲下 按摩球 按摩球 手 抱著自己 好像寒背 這樣 然後上下 動 還是範圍 不要太大 太大你會很累的 之後呢 就 左右 找到一些特別痛的位置 壓住它 深呼吸 三 跑呼 做五個 OK 就繼續左右 當然要寒背這樣做 效果會比較好 好 之後呢 就做另一邊 背腹肌 背腹肌 是在脊椎底 最低 這個位置 這一大塊肌肉 是我們背脊 最重要的肌肉 如果這個肌肉太緊 我們背脊就很難用力了 靠了一條腰 就容易受傷 要用大的滾筒才放鬆到 小的滾筒是做不到的 我建議先用便宜的地方做 用尖刺那邊 就會太痛 那 開頭 剛才 一定要夠慢 慢慢 壓下去 你可以摸一下 這裡是有肌肉的 太低就容易壓到臘骨 在臘骨上一點 壓下去 向後 睡一點 就容易找到肌肉 一隻腳就曲 貼在地上 另一隻腳就曲 這樣踩在地上 這個手 就是近地上的手 放鬆 然後用腳的力 上下這樣動 找到一些特別痛的位置 就是它的結節 壓住它 做一會兒吸呼吸 嘗試吸氣 滾筒這個位置 呼 呼 都做五個呼吸 左右 就可以繼續動了 如果真的很痛 就不要動 只是壓住 大部分人初期去鬆這個動作 都很痛 如果腳踩很累的話 就托著頸 托著頭 頸 頸 沒有那麼累 做完 上下動之後 就碰一下耳朵 當頸很累 就碰住 前後 這樣動 放鬆深層 都是做二十下 始終每一個人 產生痛症的原因 都有不同 如果你做這些動作 有刺痛 或者痛 有惡化 就立即停止了 也找回專業人士的處理 例如物理治療師 在家裡 借 fucked 你 在家裡 在家裡 都坐在家裡 謝謝